诈骗手段日新月异 近来诈骗集团假冒国内金融机构 以钓鱼简讯引诱民众点入连结 进而盗取民众的网银账号密码 最后窃取钱财 这次的疫情 加速了数位交易的行为性 那防疫时间所减少的实体 或者我们同会导致 鉴子商务的增加 数位诈骑后随之加快 让它的眼镜促进 现在5G的时代是全面无人物的来源 越来越多的社交工具 以及快速的文物同学 你有办法想象 在将来从下几度变 你的个子失去在刹那之间 即使是这样子 影片里面也有可能在改造的 因为现在透过这个所谓的 AI整体的深度绝习 它的脸部是可以自放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将来 眼界不再能够为敌 网银诈骗 利用即可乱针的文字 和连结来吸引民众 专家就要教你看清诈骗手法 它的连结部分 你可以看到 就我们这个图室里面 它真的就差距一点点 自己跟我的单级的地方 那真的一不小心点下去 就会连结到 它任何它情况 单级的地方 你用得在这场 那是如果真的 因为其实看起来 它所有的连结网子都很像 如果真的点进去 完蛋了 我的荷包是不是就要拜拜了 通常在点进去的时候 还会发生残忌词 但是如果你就是在这个加号加登录 你输入到你的帐号 运营 还有你的身份证号 这时候 加密集团 它就会马上 倒入到你的这个资料 当然它马上去排除 刚刚提到这个 在这个加号加登录里面以后 它还会要求你输入 一个身份证号 所以当你注入以后 这样一个人会一起去改变 原本的节目 在网银里面的个人手机 如果遇到来路不明的简讯 一定要牢记专家提醒 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扬 第一个人不明的来源简讯 不要点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从 一开始官方的App 去做登录 去看你的消费记录 或者是原本的资讯平台 网址 好 尽管不要透过 它是发生了简讯的连结 去做登录 账片手法 日先约翼 手出荷包 人缘有责 请看我们的 防炸笔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